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红潮禁闻 我是宇明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5号星期五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想和您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谢女士的真实故事 谢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而受伤 多年来一直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使用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夜间的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多谢你们现在帮助我的大忙 都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谢女士的经历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提醒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有解决之道 如果您或您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 关于更多的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520网站提问 将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 结果可能因人而异 我们鼓励消费者 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好 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4月5日 新泽西州北谱莱安菲尔德 发生离世5.5级强烈地震 纽约市新泽西州和宾西法尼亚州多处报告 有中度及强烈震动 这是自1783年以来 镇央位于新泽西州的最大地震 也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大地震 城市及周边地区有震感 这次地震让当地居民感到惊讶 因为该地区不属于地震活跃地区 纽约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 纽约 新泽西州 费城 波士顿和康涅迪格州 都感受到了4.8级地震 新泽西州的黎巴嫩是震中 地震暂时中断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 蔡奇在中共常委中排名第五 但全市已经是一人之下 远超排名第二的常委李强 更让外界吃惊的是 中共官媒的最新报道显示 蔡奇右肩新职 开始担任中共党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新华社报道说 党舰工作领导小组4月3日开会 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中共中央党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本是由中共党魁习近平担任 新华社的报道显示 蔡奇已经从习手中接过这个职务 习近平号称小组治国 担任党魁以来 兼任了一大堆小组的小组长 蔡奇竟然似乎有直追习近平的趋势 而且在这之前 蔡奇已经兼任多个重磅角色 她是号称大内总管的中共中办主任 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特别是中办主任 掌握生杀大权 基本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 蔡奇作为常委兼任中办主任 是中共史上罕见 她还是国安委副主任 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中央宣传思想小组组长 中央学习习近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在个人独揽大权的同时 却给蔡奇非同寻常的权利 这相当令外界困惑 法广在相关报道中说 从中共二十大以来 蔡奇兼职之多 兼职岗位之关键 令人惊奇 特别是她接受习近平兼任过的这个组长职务 可见对蔡奇的信任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蔡奇与习近平 一起在福建浙江共事长达二十几年 有很深的思议 但思议这个东西不一定靠得住 习近平与王岐山当年在延安插队时 曾盖过一床被子 王岐山为习近平清除异己人士 立了头功 但后来就被边缘化了 视频人江森哲表示 蔡奇现在成了毛泽东之后 中共内权力最大的第二把手 习近平对蔡奇给予超乎寻常的信任 这有为习近平一直以来的逻辑 难道习近平不担心 蔡奇权力太大会搞政变 为何习唯独对蔡奇这么信任 江森哲认为 主要是因为蔡奇非常擅长察言观色 讨习近平欢心 让习对蔡奇产生了依赖的心理 离开蔡奇习近平就不开心 不过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对自由亚洲表示 蔡奇担任小组组长 只是替习近平分担数五 相当于习近平的代理人 只分忧并不分权 胡平说 习近平挂那么多的小组组长 也不能直接管小组的事 他的亲信资历威望都不够 不能在小组里做事 所以习近平出面挂组长 胡平还表示 习近平一再提拔自己的亲信 势必会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满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4月4日抵达中国南方经济重镇 广州 对中国进行他的第二次访问 美联社报道说 美中存有一系列的分歧 例如中共政府补贴电动车 和太阳能板制造 深媒软件TikTok的归属 获取尖端芯片及国家安全等问题 对此 希望之声记者 4月5日采访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大陆经济所驻研究员王国成 他表示 耶伦访华是进一步稳定 美中两大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和经济关系 列轮访华可能某种程度是希望促进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事实上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 中国经济有点不堪持 如果美国持续在推动产业链脱钩 那么会不会造成中国大陆经济的崩溃 毕竟它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崩溃可能会对这个造成经济很像 如何确保中国大陆的经济才可以维持一个 可永续的至少是低度的发展 然后不至于崩溃 我觉得是耶伦访华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耶伦曾对记者们说 我们需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并担忧中国大规模投资一些产业造成产能过剩 针对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 王国臣认为 第一个北京当局以国家之力去补接特定的产业 让他们在全球竞争上具有一个价格优势 取得了价格制定权之后再逐步上涨 第二个中国压低劳工的薪资 甚至迫害部分的人权 针对这个部分 欧美实际上也制定了供应链法 新强维吾法案来扼持这一块 第三跟中国大陆的两个政策有关 第一个是他们强调要出口破章 来赚取外汇 希望借由外汇存体的增加来稳定人民币汇率 王国臣判断 中国的电动车 电池 太阳能板 正在充斥全球市场 许多产品的全球价格暴跌 因此会加速全球跟中国大陆的经济脱钩 另外一个中国大陆虽然不断的强调要进口或是扩大消费 可是这几天经济选择事也出来 中国大陆的消费率占GDP比率不到四成 相对其他经济大国至少都是六成 甚至像日本可能逼近八成 所以中国大陆忽视内部的需求 而一味的追求出口扩张 这会加剧整个现在本来就很脆弱的全球贸易 所以如果没有解决 短期内可以看到 全球对于中国大陆的反倾销跟反补贴的调查 是快速暴增 另外一方面也会加速全球跟中国大陆的经济脱钩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珍潘翔的采访报报道 微圈网4月1日披露 曾遭判刑的709案人权律师周时锋的妻子张美英 据报病危 然而因为周时锋坐牢等原因 导致张美英目前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 他们的友人因此发起捐款活动 不料微信收款的二维码却迅速遭到封禁 据维权网说 张美英在周时锋位于北京的丰瑞律师事务所工作 2015年709案发生后 入肩服刑的周时锋无法再给张美英续交社保 导致他缴费中断 这使得张美英无法在2017年办理退休手续 也无法领取退休金 2022年张美英的心脏起泊器电池电量耗尽 需进行紧急手术处理 周时锋要求补交社保费以便报销医疗费 但被社保单位以张美英年龄过大为由拒绝 张美英目前病情加重 住在安阳地区医院重症监护室 由于周时锋在律师证被吊销后无法工作 目前两人陷入经济困境 难以承担巨大的医疗费用 2016年周时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7年 他是709案中第一位被判刑的律师 周时锋在2022年9月获释 但仍受到国保的严密监控 对于人权律师周时锋目前的艰难处境 西方之声记者4月5号采访了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选 习近平这种统治的手段越来越严酷 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怖的气越来越浓郁 越来越多的人不敢站出来为别人说话 现在中共已经把社会完全切割成了碎片 让每个人 让每个群体都成为一个孤立的孤岛 别的人 别的群体不敢施以援手 因为只要你施以援手 你也就马上也成为中共暴政的 一个要去追踪迫害的目标 盛雪谴责中共对人权律师的残酷迫害 在2015年 习近平对整个的维权律师 人权律师的领域 开始了一直到现在 都在进行当中的镇压行动 我们也知道 在任何的一个国家 对人权律师都是比较精进的 因为律师他本身就是受害者 受难者通向公义 通向公平的一个桥梁 可是中共确实一定要把这个桥梁打碎 截断 所以说人权律师反而从那时起 成为中国受难群体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上去呼吁国际社会 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的处境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更加需要 在海外的社会 海外的社群人群 去多加关注 去更多的为这些人发声 关注中国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案子 实际上是完全孤立的 完全是独一孤二的 完全跟其他不关联的 今天中国社会的这种状况 跟整个世界是完全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特别是希望国际人权组织 以及自由民主国家政界 议会能够多一些去关注 中国的这个人群 他们所正在承受的这个苦难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王倩攀降的采访报道 有中国医生 4月5日向新唐人曝光 中国疫情十分严重 每天都有人去世 中国当局严格要求各大医院 不准提新冠 不准给患者做新冠测试 并威胁所有的医生 不准承认疫情 谁承认谁负责 中国某医院主任刘医生说 针对疫情 我们已经开了几次特别的会议 会议中 卫生局常务副局长亲自讲话 要求不准提疫情 不准给做疫情检测 不准承认疫情 刘医生还揭露 不少患者表现为心脏疼 其实就是新冠引起的心脏疼 严重的时候 右心衰竭 变成病毒性心肌炎 这一轮感染患者非常多 都住不上医院 而且患者病情十分严重 每天都有人离世 儿童死得更多 刘医生还说 疫情非常严重 中共严密监控接触疫情患者的医生 医生必须按中共的说法行事 河南南洋新野民众王先生说 他的好友六个都不在了 医生说是心脑梗 心肌梗死 太吓人了 小的才28岁 大的也就60多岁 白天还在一起聊天 第二天人就不在了 中共疾控局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感染所谓百日咳的病例数超过3.2万例 比去年同期暴增将近23倍 已有13人去世 而去年全年 百日咳病例总数不到4万例 由于中共一向隐瞒疫情 实际病例或远超官方公布的数据 百日咳发病的主要人群是婴幼儿 不过这次 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发病率却激增 外界认为中国出现的所谓百日咳 实际就是新冠疫情 包括去年爆发的所谓流感和支援体 都是中共当局用于掩盖新冠疫情的幌子 中国大陆的疫情从未消失过 中共特别隐瞒死亡数据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曾告诫世人 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 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近日 网传中共内部发出秘密通知 要求严格控制清零节活动 尤其是前总理李克强的老家安徽 和工作过的河南要严防死守 前北京律师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 中共独裁统治 天怒人怨 面临空前危机 网上视频显示 安徽省宿州变河大桥上 每隔10米便有一名警察站岗 防止市民在清明节期间悼念李克强 河南郑州迁徙广场也布置了警察和便衣警察把守 4月4日是清明节 安徽合肥市花店工作人员向新唐人披露 李克强故居 红星路80号 文石馆宿舍有人把守 花店为客户送花都不行 会被罚款 李克强卸任总理职位仅7个月便心脏病突发离世 他离世时年仅68岁 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 李克强讲过一些质朴的话 曾经鼓励地摊经济 他曾经说过 农民遇到大病 靠自己扛是很难的 没有健康就没有幸福 中国有6亿人 每个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等等 这些一直被老百姓感念和铭记 乃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 中国作为独裁专政国家 现在出现了空前的执政危机 共产党面临亡党 习近平个人面临着独裁 没有办法培持的一个局面 所以他们就要抓紧对社会的管控 他们就吓破了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 共产党是正几十年以来有一个政治传统 就是共产党体制内稍微观生好一丁点 被老百姓压榨奴役稍微形象不那么严酷的人 就被所谓老百姓爱戴 他们死了以后 老百姓就很容易去悼念他们 由此就可能引发广泛的群众运动 就让现在的统治者产生危机感 乃建平认为 中共担心民意起来后 发生在像六四悼念胡耀邦一样的政治事件 1989年纪念胡耀邦到这一次李克强 这几个人都是被认为在共产党的铁板一块的体制内 稍微有点像人的样子 所以有不少老百姓就愿意在清明节的时候去祭奠灭怀他们 但是共产党就非常害怕独裁者 他非常害怕会演变成为民变 演变成街头运动 会对他们的独裁统治产生威胁 所以他们就要把这样的时间 定成一个所谓的敏感时期 敏感世界 敏感地区 他们要对这些地方进行严防死守 把维稳体制 要武装到牙齿 要采取一些手段 把人民群众进行严格的管控 目的就是把他们认为不安定的因素 要降到最低 要消灭在萌芽之中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 中共政权现在确确实实走进了非常大的困境 他们是以人民为敌的政权 现在人民是通过悼念李克强 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 怨怒 当权者也很清楚 这极端的一党专制独裁暴政 人民没有任何的渠道平台和机会 去表达人民对当政者的意见 就等着突发的事件 人们就借助于民众的情绪一红而上 当年专来死的时候 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民不聊生 受迫害的群体非常的庞大 人民借专来死而发挥 就涌向街头 然后发生了刺武事件 现在李克强死也是触发了人们 有了这样的期待 就是借他的去世 能够去积取人力 去积取民众的共同意志 希望引起中共当局的注意 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改变 可是中共绝不会因为人民对李克强 表现出了怀念悼念的心情举动 而去调整他的统治的政策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霄的采访报道 这期的红朝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学学生